女孩子打游戏 怎么啦 这不就在昨天啊 SNH48的几位成员 出席了某游戏品牌代言发布会 看过一曲热舞之后啊 不知道大家能否猜到 谁是网瘾少女吗 反正小酷猜不出来啊 大哥 不是大哥 就是你 就是我们坐在车上都要玩的那种 应该说我们在上来采访之前 还在玩 我不水 换了多少 还好吧 还好是多少 我感觉就超过大概五位数就超 四位数 目前四位数 就是四位数以上 五位数以下 自己能力范围内的 课金多数是用来干吗 买装备还是买那些漂亮的 有女生嘛 当然希望自己将出来就想要一些 所以买了一些皮肤吧 对 皮肤可能是我课金的一个原因 而且你知道吗 咱们的路亭 不但自己身陷游戏不能自拔 更是要带领队友们走向胜利 男友力Max没毛病 我只看到昨天刚下飞机大哥在群里发 带妹上分 对不起我是你 对因为就是自己最近就是比较迷恋游戏 然后觉得自己实力还可以说想带一下大家一起上上分 因为五排差人嘛 对其实平时他是带别人的 他也是一位吉兰的代表 对 但是如果语音里面好像没有碰到过那种特别呆萌的那种萌萌的那种男生很少碰到 但是有一次我记得我有个队友叫赵岳 他呢经常跟人家就是网友一起匹配玩嘛 有一次他觉得自己不能显露自己的身份 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偶像明星 他觉得不太好意思 然后他打开了语音 然后用那种带有口音的方式跟人聊天 笑哥 笑哥 带我去屁城 完了之后 人家一下子听到之后马上手榴弹砸了自己底下的 自杀了 关谷说游戏了还要不要好好工作了 赶紧跟我们透露一下今后的工作计划吧 目前最近的话 对对我们五月份 对五月份 会出一个夏季单叫做森林法则 对就是大家去泰国拍摄的一个 然后七月就日常总结吧 对 然后四月初还会举行我们第一届运动会 有权娱乐北京报道 想获得更多独家娱乐资讯 欢迎关注优酷土豆娱乐微信公众号 微博搜索优酷娱乐 全娱乐早八点 带他更多八卦猛料 还有超多明星周边和千名福利的资议 据说长得好看的人都在关注要